就是这个怪声 暗夜中牵动警方敏感神经 游保七总队恒春警方加领管处 组成的茶器猎鹰小组 埋伏两天 当场抓到装姓男子 涉嫌以猎枪 准备猎杀灰灭狂鹰 被逮个正着 满洲地区当场查获 装姓民众手持空气猎枪 钢株高压二氧化弹田中坪 违法猎鹰 全案一违法 也保法 枪炮丹药高线管制条例 引起台湾屏东地结束争霸 灰面狂鹰迁徙性猛情 十月是过境台湾高峰期 又称国庆鸟 早期遭人猎捕食用 或做标本外销日本 使肯定国家公园 不得不发起护鹰行动 上来了上来了 受台风影响 今年国庆鸟灰面狂鹰 十月中才来过境 数量高达十一万多只 却是历年最多 少数民众为了变卖而猎杀 捕捉灰面狂鹰 违反野保法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一百五十万元罚金 反猎鹰护野鸟专案 仍会持续守护候鸟 直到离境 大家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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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